余山杯輕棒錦標賽 擺佈復活戰況 要關心台中市遭守苗栗線 鏡頭聚焦在台中先發投手 蔣彥翰身上 今年用球數非常精簡 總計只花費45球就投了5局 只被敲一盞打 外帶4K 沒有保送 也沒有失掉任何分數 而且在5局上半 隊友也送上活力支援 二雷友人輪回看路先鋒 張浩威 能不能把握機會呢 這一棒打得深遠 外野手奮力一撲 沒能接殺 得點圈上的隊友 要回來沒有問題 台中1比0首開記錄 而張浩威也一口氣 站上三類得分大門 這下也帶起球隊士氣 單局台中攻下3分 之後牛棚真凱宇 接手投彎剩下兩局 完全沒有被苗栗 敲出任何安打 完美守成 台中後續也有攻勢 全場合計10安的機關槍打線 中場以4比0淘汰苗栗 成功保住晉級4強機會 江彥翰也順利多下勝投 是位台中賽戰的對手 就看屏東縣跟新竹市誰能贏球 今天雙方打得激烈 雖然屏東一局下 就靠著正一千 二連安打 閒持得點 但三局上半 新竹也缺起反攻後腳 馬來情況下 柳宇翔這球帶上真外野 一口氣就為新竹敲歸兩分 這場之後徐瑋林安打 以及谷家年管地球 也各自帶有一分打點 單局新竹管境4分 4比1 逆真正局 而雖然屏東也不甘示弱 四局一度也追到一分差距 但六局上新竹市的周懷恩 這球搭穿中線 順利新竹安打 還有雀軍宇 這球搭在右邊方向 落在外野 這是個人單場第三竹安打 還為新竹貢獻 關鍵保險分 為什麼會說是關鍵呢 因為屏東下個半局 也有攻勢 森靠著失誤 撕壞球 攻佔一二壘得點圈 將維恩這時敲出一擊 中間方向滾地安打 成功掃穿 面野防線 光主屏東追到4比5的 一分落後 此時場上一樣一二壘有人 有機會翻屏嗎 可惜接下來上場的周志廷 只敲出一擊 內野軟弱滾地球 被野手穩穩處理掉 抓下單局第三個出局數 也讓新竹最重 最正一分之差 擊敗屏東 將和商場英雄的台中市 爭取晉級A組敗部 冠軍戰的機會 王居台早報報導 王居台早報